司导委书记孟小苏 执行总裁张文青 潮州市领导罗文智 汤锡坤 田应生 邦立旭 雷建民 吴振生 陈立文等出席开工仪式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文智宣布工程开工 现在我宣布 潮州富丽代斯度假酒店建设工程开工 礼炮齐鸣 省师欢迎你 富丽代斯会议度假酒店正式动工戒者 市委常委常委经事长邦立旭在致辞中指出 近年来潮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旅游事业方向最爱 酒店产业发展的互相巨大 富丽代斯会议度假酒店的建设 对于潮州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改善旅游各种功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他表示 潮州市委市政府将为项目建设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便利 他希望投资方利用代斯酒店集团的品牌和经营管理优势 科学组织施工精心策划经营 把富丽代斯酒店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五星级酒店 为潮州增添一道新景观 据了解 富丽代斯会议度假酒店 由潮州市新大新工业城有限公司 及香港华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合作投资 全权委托美国代斯酒店集团复端管理 首期投资8亿多人民币 计划占地面积近千五 总建筑面积9万多平方米 客房总数528间 配套容纳超千人的会议中心 文化房厂等设施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集旅游住假 会议 商业 住宅 房地产开发等 一体的五星级酒店 战地六十五